生命点是 慈悲方言 如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修行者的建议 对自己所达成的善进不要自白 为达成的不要放弃 永不放弃 继续努力 并想 只要能争取到 以人力所能达到的 就算皮 骨 剑都萎缩 血肉都干瘪 也在所不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要通过努力精进 将能证得正觉 与不受束缚的至上自由 修行的隐喻 我不缓不及地 修行的隐喻 渡过了洪水 若我拖延便会沉地 若我匆忙 则会被水旋转 我就这样 不缓不及地 渡过了洪水 有如大海逐渐地深入 没有突然陡峭 下陷的现象 同样的 佛法与戒律 也是渐进的 是一种 循序渐进的修行 循序渐进的训练 并不是突然的了不 华渐进的 坐在尼连残河河畔的陷阱下 摩罗对世尊说 入籍吧 这正是世尊入灭的好时辰 世尊对摩罗说 一 在比丘众 比丘尼众 在家男女居士能深入学习 获得智慧 获得良好训练 能牢记教会 精通大小教义 培育得行 教导与宣扬佛法使他兴盛 把佛法加以开放 加以解释 使他清楚 能博他人所教之错误教义 并把可确信和自由的真理 传播到外地的时刻 我才入眠 二 在修行生活已很盛行 成功受众人欢迎接受 无受人情事 在天人之中广泛传步的时刻 我才入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五件事情 深属四众 因实时念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疾病最终会降临我身上 我未能超越疾病 三 死亡最终会降临我身上 我未能超越死亡 四 我是自己的业的成果 是业的成熟者 业是根源 亲属与根基 凡我造的业 不论是善或恶 我都得承受后果 有一种洗礼能使人 行善 去恶 消除欲望 平定心念 获得高深知识 及正德念牌 他能使众生脱离轮回 脱离脱离脆弱 脱离脆弱 脱离死亡 脱离悲伤 疯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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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沮丧 绝望等境界 那是什么洗礼呢 可以疯狠 農 55 孜狄 脱离inf 敍 团hat 非常的 尼� 部 或具备证件、证思、证与、证业、证明、证精进、证年、证定、完整知识与自由。 他的鞋剑、鞋丝、鞋鱼等都会被吸去,因这些而引发的恶劲也一样被吸去。 2. 通游证件 证思、证与、证业、证明、证精进、证年与证定、所引发的善劲也因此而承受。 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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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 1. 当你和他人交谈时,时间上可能恰当或不恰当。 内容上可能符合事实或观离事实,契合宗旨或远离宗旨。 语气上可能温和或粗暴,内心可能充满慈爱或充满诚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 你应如此训练自己,心不准泄念,口不说恶意。 我们温和仁慈,充满慈爱,毫无称恨你过后。 我们先向某一个人散发此心,然而推而广之,使全世界弥漫着无边、无际、无量、无恶、无称的慈爱。 你应如此训练自己。 在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该将来解释原来,不在 sten、宗监 女子堂如努旅 他拜仇吗? 在短藍弹 我在点 litump 吉桑 他辑枪 他 何谓错误的陷步 1. 例如有一个居士或他的儿子 拥有大量的卖力金或银 下人看见了形象 若这笔财富不属于他们多好啊 Zither Harp 有一个沙门或婆罗门得到他人供给的许多法衣、食物、住所或药物 另一个沙门或婆罗门见了形象 若是他得不到这许多东西多好啊 这就叫做错误的陷步 三. 这错误的陷步不是通过言谈举止所能去除的 只有通过智慧看透他才能去除 人应控制言语训练 也不使身体做错误 也不使身体做错事 家固执若是奉处 就取与他人共分享 待人应温和有信心 言语也应亲切友善 如果一个人在早上、中午、傍晚时分都不识一百钱 或者在早上、中午、傍晚时分发展此爱心 即使只用有如几亿头牛脂乳所需的短片刻来发展 在早上、中午、傍晚时分发展 以后,云者相比 后者比前者更有利 因此你们应如此训练自己 想着 我们通过慈爱来发展自由的心 我们会经常休息 使慈爱成为我们的媒介物与基础 我们应该支援保护与发展它 各位道德 阿弥陀佛 佛法也不是光打坐研究 这是基本 终点呢 是要去实践 虽然我们大家很喜欢放生 摆鱼 放到大海好快乐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那另一些要被屠杀的众生 我们要救啊 比如说 牛啊 羊啊 猪啊 鸡啊 那救了还怎么办 那所以我们要成立护生园区 要有土地 要找很多人 要建筑 所以希望各位呢 也不断地关心这些 中华护生协会 就一直在推广这些 在台湾将近20个地方 大大小小的土地水池 养了这么多我们的父母众生 虽然它的外表是牛啊 是猪啊 是鸡啊 但是它们也是我们的父母 更重要的 我们四个护生园区 是专门养狗的 至少有三千多只的流浪狗 但是各位 流浪狗啊 更需要大家关心 所以希望各位 多赚一点钱 多护持护生园区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多救这些即将被屠杀的 流浪狗 阿弥陀佛 16766 50016766 沪明台湾救狗协会 有一千梦 会心 大家好 我是小儿科医师陈慕荣 全球武汉肺炎疫情快速变化 相关防护措施也要配合升级 出入人多的公共场所 要遵守政府防疫社交距离 注意事项 才能妥善防疫 让你我都安心 提醒您 搭乘所有大众运输工具时 务必做到以下事项 一 全程佩戴口罩 女劝不听者 最高可处一万五千元罚还 二 配合测量体温 三 避免交谈 四 不要饮食 出入公共场合时 请保持室内1.5公尺 室外1公尺距离 若无法维持社交距离 请全程佩戴口罩 感谢您的配合 也请大家给第一线服务人员 支持与鼓励 不要让防疫的距离 影响你我心的距离 智慧的小鸟 有一位捕鸟人 他每天都会到鸟儿经常出没的树林中 布置陷阱来捉那些鸟儿 他用一根木棍织起扁框 又在扁框下面撒一些小米 然后用绳子系住那根织着扁框的小棍 做完这一切后 捕鸟人拉着绳子的一头 躲在了路边一棵大树的后面 这时候 一群小鸟从树上飞了下来 在地上寻找食物吃 突然 一只小鸟发现了扁框下的小米 呀 丑伴们 快到那里有小米哦 我们要去吃 我可是好久都没吃到小米了 真的 好多小米啊 今天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 等等我 喂 你们俩小心点 说不定这会是陷阱 啊 陷阱 怎么可能是陷阱呢 难道你们就不觉得奇怪吗 在路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小米呢 可不是谁装小米的袋子破了 撒在这里的 对对 肯定是这样的 也过来吃吧 根本没有危险嘛 快吃啊 快吃啊 这么多好吃的小米 不吃可就没有机会了 味道真不错 的确好吃啊 刚才你不是还说有陷阱吗 你看 根本没事 安全的很 可安全吗 可是我怎么总觉得这事不太对劲啊 就在这时候 捕鸟人拉倒了木棍 脸框倒下 把正在吃小米的三只小鸟 全关在了底下 嘿嘿嘿嘿嘿 贪吃的小鸟们 你们是我的隆重事物了 哎呀 怎么回事 天怎么黑了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呸呸 讨厌 只吃到了一笔沙子 你怎么还吃啊 我们都落入然然的陷阱啊 这个怎么办啊 大家不要慌 我们找机会逃走 啊 啊 啊 我被抓住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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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鸟人 小鸟人 给我起来 别为力了 我们的火都拿给你吃了 哈哈哈哈 不错 抓到了三只 只是怎么都这么瘦啊 不过没关系 多喂点小米 它们用不了多久就会长胖的 哈哈哈哈 救命啊 咋抓住我们干什么呀 我想它会不会给我们小米吃呢 哎 我看这次是凶多吉少了 捕鸟人把这三只小鸟带回家后 便把它们关在一起 并且每天都喂给它们小米吃 没想到 它把我们带回家 就是为了喂给我们小米吃啊 真开心 我们也快过去吃吧 否则那些小米就被人吃完了 我们不能吃那些小米 为什么呀 是啊 为什么呢 反正我们已经被捉住了 难道你还怕有什么陷阱吗 你们怎么也不想想 人类为什么要喂给我们小米吃呢 它一定是想让我们吃泡 再把我们吃掉 这不可能吧 反正我不管了 先吃饱再说 我也饿了 我也要去吃小米了 爸爸 你为什么每天都要喂那些鸟儿吃小米呢 孩子 你是想吃瘦瘦的小鸟 还是想吃肥嘟嘟的小鸟啊 当然想吃肥嘟嘟的小鸟啊 对呀 所以我们就要把小鸟喂得肥嘟嘟的 那样才好吃 原来是这样啊 多吃一点 吃得肥嘟嘟的才好哦 不要担心 快过来一起吃小米啊 我早上已经吃过了 早上吃过了 难道中午就不能吃了吗 我得控制自己 一天的食量 为什么呀 是啊 为什么要控制食量啊 难道你也在学人类减肥 我要是吃多了 赶跑后就会被人类带走 送到厨房做成佳肴 若是不吃的话也会饿死 所以我得计算每天需要的食物 少长些肉 又可以让羽毛长得较长 趁人类替我修剪羽毛时逃走 你想的也太多了 随便你了 我可要给你吃饱了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孩子 今天我给你煮小鸟吃好不好 好好啊 我看那些小鸟早就吃得肥嘟嘟的了 是啊 它们都很贪吃的 诶 这只小鸟怎么还这么瘦啊 你就不能多吃点小米长胖吗 啊 又有小米吃了 哈哈 这只小鸟肥嘟嘟的正适合做菜 哎呀 人类又来抓我们了 嗯 肥嘟嘟的真不错 救命啊 快来救救我 哎 谁叫你这么贪吃 几天后 捕鸟人又一次来到了鸟笼旁 哎呀 你们快看那个人又来了 他怎么还拿了把剪刀 他肯定是来给我修剪羽毛的 逃走了机会来了 这只鸟的羽毛怎么长得这么长 该修剪了 嗯 好机会 哎呀 好疼 人常常陷入不自知的陷阱中 而无法回头 这只有智慧的小鸟懂得冷静分析状况 以及舍去食物的贪欲 因此也保住了珍贵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